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中國研究的課程早在1989年五成 大家入場時都會獲得一本 是我們學課程的一個雜誌 最大部份都是以我們學生為榮 這份雜誌頭的四篇很有份量的 就是我們的同學 在清華做研究的時候的一些優秀作品 我們學課程的一個特色 都是去清華一個暑假 讓他們能夠有普通話分裂 亦有一個國情的 或者是對中國當代發展的一些考察的變化 其實講一下我們都很多年了 最初第一年去的時候還要用外媒券 到今天都不是那件事了 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同學走離開北京的時候 用那個機場 都不是今天叫做北京的機場 所以變化很大 但無論如何 我們這個課程一直都發展得很好 我們有一位退休的地理藝同事 經常都這樣鼓勵我們的同學 我們說浸會中年No.1 因為我們是第一屆 不是說我們最厲害 實際上我們有很多不足之處 亦都希望借助這個系列 跟公眾多一點的交流 今天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講關於有得著事的事 一開始的時候 在PowerPoint那裡 大家希望見諒 我坐在那裡說 我不會在那裡說 因為我沒有什麼Power 所以我要坐在那裡 借著80幾個PowerPoint 才覺得有些安樂的地方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分享 可能今天都是對於柔德 大家能夠想像到 或者接觸到的 最常可能都是這兩點的 第一就是來建利斯法務館 樓上香港護士 你會見到有一套制服 一個總督的制服 就是柔德著時期 可能大家一會聽完 可能已經去過很多次了 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第二個很多人會注意到的 就是每一年的三月總有一天 有一個禮拜天 就在大會堂有一個很重大的 很隆重的一個儀式 就是柔德著事紀念基金會的 一個就像今天翻證儀式 這個似乎都是 今天我們去記得到 柔德著事的事裡面 兩件大家覺得比較多的注意 到今天我們在博物館這個地方 所以我介紹了博物館這個展品 我也覺得很合適 但是如果我去看 柔德著事 可能在他更加豐盛的人生裡面 可能一個寬一點的角度 就是和中間的外交 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我又跟紅頂伯拉 講一下我們很喜歡用數字 最近一次選舉 很多數字 我又講一下數字 原來柔德中期一生六次 不是七次 六次來中國 即是有多少呢 數字上面呢 原來他四十一年的積極 即是Active Lifeline 即是不計他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有四十一年的工作時間 在這四十一年的工作時間 有二十四年 是直接處理中央網絡 所以差不多有五十八點五個百分之 是和中國產生直接的關係 今天可能我也是有一個很沉悶的方法 因為我本府是歷史 所以希望大家 大家的見諒是會講得比較沉悶一點 我都會順著歷史的次序 將他六次來中國的經歷 和大家講一下 大概每一個講十五分鐘左右 那半小時就講完了 所以一會有什麼時間呢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或者先介紹一下他的背景 他是在英國威爾樹出生的 他爸爸就是一個財公司的秘書 其實家裡是很簡單的 很簡確的 一會兒有些相片給你們看 他家裡的兄弟姐妹都多 排列五 他下面還有一個門櫃 尤德讀書 小時候就很勤力了 真的經常考第一劇 我有機會看過他的成績 真的很厲害 他語文科特別厲害 他的嗜好是什麼呢 他喜歡唱歌 我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比較 我做過一些其他英國人 在中國生活的片段等等 我發覺原來 對於外國人來說 如果他想學會講中國話 如果他懂得唱歌的話 或者唱歌唱得好 學中國話人是好一點的 可能不讀尤德 尤德也是這樣 他很喜歡唱歌的 學校叫他一個quiet boy 合唱團 就是每次都會 可能因為他語文上的優勢 當時他很想去出平平讀書 學德語文上的面對 不過呢 就在他差不多要中學 差不多要畢業的時候 發生第二次世界大戰 去不了德國了 這個就是出平平的校門 或者說多久 這個佩南斯是哪裏呢 其實就是英國 英國這個就是威爾署 這個就是佩南斯 這個社區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相當緊學的 是非常簡單的 這個是今天在Google Map看到的 再看下去是怎樣的 這間就會住的屋 這個社區其實沒有什麼大改變的 沒有什麼大規模的策 這些都是一直維持下來的 在這個社區裏面 其實也很容易掃 如果我們說他走去有中國經驗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真是一個很小的社區 在這個社區裏面 即使有些人會有海外的經驗也好 大多數都跟歐洲有關係 跟中國恐怕只有他一個 有幾簡卻呢 房子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他的房子 就是他爸爸的房子 所以他們非常簡卻 簡卻得很厲害 很多事情他自己要解決 他爸爸當然在家裡的女性弟姐妹 所以當然很多事情要分擔 很多事情要自己做 自己處理 他讀中學的時候 他都想著 他會學得很實意的學科 那時候 現在就跟英國的iPhone 很方便 以前他們最大的出路是什麼呢 就是學速記和大字 這個原來也是 尤德在中學的時候 做得很好的方法 因為他自幼就覺得很多事情要自己搞定 他是很靈活的 很多事情他會想辦法去解決 不是別人幫他做 是他自己搞定這些事情 那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我記得 我做了大概十年前 寫了一本有關尤德的書 那時候有機會訪問到張建宗 就是現在的政務司司長 那時候原來他是尤德的私人秘書 有多麼減薄呢 那次訪問張建宗 他跟我說 他說 說你也不信 他真的很欺負 他是私人秘書 有一次去美國 那是政府預約的 預約的酒店 有了尤德夫人去 那是由總督 當然是給總統套房 那些很漂亮的套房 然後公共出差 所以當時張建宗是他的私人助理 當然要去 到吃飯時間 望望的鐘 張建宗就說 我們吃飯 然後他說 是呀 夠時間吃飯 我們一起去買一件三文治 嚇到人 張建宗說 怎麼可以啊 大哥 我服侍你嘛 你吃一件三文治 他說不好啊 他說我們總統套房 這些套房很貴 不要點東西回房間吃 吃點東西都可以隨便 下面有很便宜的東西 你跟我一起去買吧 他就是這麼減薄的人 可能是從一個 這個就是讓我想起 一個傳統的說話 中國人的說話 千金難買少年紅 當他小時候減薄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自己解決的時候 一路去到的時候 他都是很特別的 好了 那當時他不是 剛才不是說 他想去出兵人局 我覺得很厲害 很厲害的 但是就因為打仗 好沒有 那當時其實 老實說 他唯一的希望是什麼呢 就是獲獎獲金 而當時就打仗 所以英國政府 外交部 和軍部合作 有一些叫政府獎獲金 就是給一些 中學成績好的學生去考 特別是一些語文的訓練 那當時尤德 尤德就回去問他的老師 一個叫做Manna John 雖然我們落選 也想叫做John 但是這個Manna John 是沒有事 John也是一個姓 OK 這個Miss John 就是有個老師 提醒他 不如你試一下 考那些東方語文吧 所以當時他其實什麼都不懂 什麼都不知道 就是考了 考了幾張篇 一張是土耳其語 一張是中國語 然後就有一張不知日語 到最後 中文藝修 Soulis的中文藝修 即是亞非營的學文藝修 其實他自己在一些技術上 其實他都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那些教師 那些教授捉到他 可能對一些細節唱歌 或者其他東西 就是他覺得 可能他對這一方面有些潛質 那現在當時打仗 所以張學課程 是硬縮十八個月 十八個月而已 但是很intensive 去完成 但是呢 這個有獎學金的條件是什麼呢 你讀完之後 你要為政府服務三年 因為他是接受一個遠東語的訓練 所以他就要去 有機會派到去遠東 即是英國人的遠東 即是我們香港人的亞洲 但無論如何 由德來說已經是千載難逢 在一個威爾旬 一個很窮鄉僻讓的地方 能夠有機會讀到大學 拿了獎學金 在他自己的技術裏面 他形容這個叫做ultimate prize 終極的大獎 終極的獎學 很高興 他很用心地去學 他有多用心呢 因為一陣子會講說紫水晶號事件 後來就很英雄 一陣子會再講這件事 但我在這裡說話 就是說 他媽媽呢 當時接受報紙訪問的時候 披露了一段他生活的片段 他說 For hours here he practiced Chinese in his room making conversation in the mirror 原來他讀書的時候 他簡直會讀中文 是天天對著鏡子在那裡練幾個小時 即是很勤勵 這個都是很多練習的 很多做coaching 做public speaking 的訓練方法 由德也是這樣做 那中文呢 就練得應該都不錯 他第一次來中國 是何時呢 是怎樣呢 第一次應該是血阻 英國駐華大使館 但是那個前奏是一個沒有機會的機會 為什麼呢 因為到他完了十八個月的訓練的時候 其實去了1944年 在那時候 英國海軍沒有任務派給他 那算了 就派了他去今天的斯里蘭卡 在這個科倫波的海軍重部 他就覺得 不要緊要啦 他就不能說 你叫什麼 deployment 大佬 辦公室派你去哪裡 就去哪裡 就去哪裡 那去到的時候 他覺得有點勇武之地 他學的中文 在他的技術裏面 他唯一一次遇到的是什麼呢 就是在海軍經地附近的水域裡 救回一隻漁船 在漁船上面呢 有幾個馬來人的漁民 是華人來的 唉 那就死了 他就發現原來自己非常不足 因為這些馬來人的漁民掛橋呢 是講棉蘭花 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那麼 北譚呢 他的中文當然少啦 大概十八個月 就是等於我猜 不要講得太差啦 可能如果他有少四五的水團都不錯啦 對外國人來說 十八個月你學得多少呢 當然是這樣的啦 那漁民又不懂得多少 所以 講又講不到 不談又不談不到 其實他有些 frustration 跟著他老闆 那些上司又覺得 哎呀真是憂慚 這個年青人 是受過專業訓練 派到來這個石板 讓你搞一些漁民又搞不到 都理解的 不如這樣啦 不要浪費你的東方學 Oriental Studies 就給他一個研究項目去做 你有空去看書 去做什麼呢 就是去研究一下 在東南亞附近的地方 他們在抗日對付日本人的過程裡面 佛教一個什麼角色 所以他對佛教有點了解 他也稍微捕捉了他 因為他老實說 他全部都只在這裡 中文的 那十八個月其實是一個很密集的語文 是工具性的一個訓練 沒有其他東西都好 做一下吧 或者有機會接觸一下 什麼叫大神佛教 雖然有 但那些都沒有了 只是過日神而已 那他上司就覺得 這個年青人給了他機會 這個就是 我找不到這個基地的照片 最近看的 在那個 Incure World Museum 英國那裡 就找到一個 這個是後來 其實為什麼他們都這麼有理由 因為在這個地方 是他們那個 英國海軍的一個總國 所以就有那個照片 但當然不是他當時的情況 那他什麼時候真正的 沒有機會的機會來到呢 就是 我想他都想像不到的 就是日本人投降 而當時的安排是什麼呢 其實很緊張的 因為當時香港的術會 中國戰區 老實說 接受投降 應該是准解成的 就不到你英國人說來就來 不過他們都搏了帽子 周圍 左閥右閥 在暖東有些什麼船可以來的就來 包括了當陣時候 安大約號 就是不要管了 老虎海都先派了他們 到時在門口 在港口等下什麼都好 那就明明就派了他們 他就跟著那隻安大約號 一齊 那艘是新船來的 就是這艘 英國在四年搞定 四五年落水 落水的時候就發了給加拿大 不過因為要趕著香港的壽航 所以就算了 借你用吧 你快點來 怎樣說呢 輸人都沒有輸陣 起碼有一班人有些軍艦 海軍等等 他就在九月十一日 船就到 在這個過程中 中英美三國在角力 到最後長話短說 蔣介石也說算了 因為考論到蘇聯在支持共產黨 他也不想再進一步 得失英國 免得蔣介石在外交上完全失去之互 唯有聽美國老話 被當時英國下角的將軍 代表蔣介石來到香港受行 所以來到九月十日 剛剛說得及 接受投降的時候 由得親力其境 見證著香港從日本人手上 正式簽投降書 這是很難得的 因為這樣的場合 才會在和平紀念碑前面 會有英國旗 國民政府的旗 因為這是香港戰區 祝國戰區 所以一定要將國民黨旗 國民政府的旗 擺出來 在這件事之後就沒有其他機會了 他都可以說是英聯制會 有機會來看到香港的接收 好了 這樣說 特別是當下角開始接受 安排工作的時候 其實是用悟將尤德的 那時候是一個軍事政府 那時候是一個軍事政府 立即發肺代的 立即重新開檔 就這樣做了 就收拾殘局 那對於尤德來說 或者這樣說 在下角的角度來說 我真的覺得用不了你 我沒有關係的 你是海軍的人 你又沒有香港背景 我們現在香港要恢復一個臨時的軍管 又沒有關係 那後來呢 就在香港等了過來一月之後 就聽到英國駐華大使 駐華大使下面有幾個武官的 其中一個海軍的武官就說 不如這樣 聽到香港有個人認識普通話的 就叫他快點上來幫忙 所以他就從啟德坐飛機去到昆寧 再輾轉去到重慶去匯喊 在這麽短的交接期裏面 他遇到有兩個駐華大使 分別就是薛武和師弟民 分別這兩位 大使很快就 他去到沒多久就走了 所以真的跟他有交接的 對他後來有影響的就是師弟民 師弟民到他接任的時候 他都看到形勢 就說其實重慶是打仗的時候 臨時的外交地方 所以他們的首都都遷了去重慶 所以那些大使館都遷了去 但現在你恢復回南京 所以他又說要恢復回南京 所以又只有那些年輕人 在那裡 大佬你要搬屋 搬床搬寫字 留給那些年輕人去 所以他馬上去 沿途從重慶到南京去住 籌備各種具體的工作 在他來說很簡單 因為從小到大 爸爸就要他幫忙 媽媽就要做事 速記、打仗 什麼都難得到他 然後他搞定了之後 然後呢 而大使館的海軍的武官 即是他的頂頭老闆 不是大老闆 大老闆就是祖華領事 他的頂頭老闆就是海軍武官 喂 我們都不是留在南京的 我們應該去回我們的老巢 在上海 所以說麻煩我們又去 所以再一次搬廠 搬屋搬寫字 我們又去一次 那他就一起去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對尤德利 也是大分難解 由雲南飛到上重慶 重慶到南京 南京去到上海 在這個過程中 一直看著 日本侵華對中國的破壞 亦都看到 國共內戰的過程中 造成的傷害 還有一些挺有趣的事情 其間他就 有些具體有沒有交給他 包括一些青關的事情 還有一些軍艦交接的事情 有些事件對中國軍官的訓練等等 他真的學到過了很壞 很興奮 覺得真是好玩 到不得力 時間夠了 快樂的時間很快 所以已經去到3點 不是就要快點了 現在才是1947年 怎麼辦 好了 1947年了 他就離開了回去英國 當時有個證詞 由他問 我經歷了這麼大開眼界的生活 我要做什麼才好呢 當時由他讀中學 一直考第一 大家就覺得他都是做研究院的 當時他考慮 他很有趣 你知道嗎 當時是這樣的 英國很多漢學家 甚至有些很著名的學府漢學家 是從來沒有來過中國的 有些是來自學中文的 我都猜你不精怪 什麼都有的 可能只不過他們英文很漂亮 那些翻譯是靚得 是太過了他對中文的理解 所以有時候有些很奇怪 所以其實由德都不太看得起 但是當時 剛巧 當由德回到自己老家的時候 英國來了一個 世界知名的漢學教授 就叫做Homadax 那為什麼由德都考慮過跟著他呢 因為他覺得這個人有實現經驗 原來他爸爸是傳教士 他自己都做過傳教士 在中國生活了七年 那由德自己想 我都做了四年 當然 扣了一年多 兩年半 兩年多 差不多三年 那如果我老師在中國七年 應該都學得比我厲害 再加上當時他拿了一個漢學的大獎 叫做如年大獎 所以當時他想著一心報牛津 因為那個W是剛剛去學津津教書 其實他是真的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剛剛完成了軍事的服務 加上他的好的學歷 其實軍部是會不給他 跟牛津說聲也好 給他錢去讀書 那可能他就走上漢學家 但是他反覆去想 其實阿德是他捉過七年 但他的研究是什麼呢 原來有孫子 先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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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試過一次 跟馬來漁民說文憑話 都不會說 但我很難得 從重慶去南京去上海 看完整個中國最重要的地方 那麼多 有很多具體的生活經驗 為什麼他還要在業子堆 鑽研一些傳統學問呢 所以反反復復 他銀津當年吸引 今天你有機會 銀津說 他不收你讀書 你不要說 有間銀洞請你賣漢堡包 在你那裡 吸一口氣 都覺得自己有文化 但是很難掙扎 就變成說人為了 因為有錢 但他再想一想 他覺得 不要浪費了他的條件 所以他就算了 他其實最有興趣的 是當代中國的問題 而不是先進的思想 他有興趣的是現代漢語 不是古代的漢語 所以他最終放棄了 不參加這個牛津 然後加入外交部 外交部 一看張戶寶就馬上收貨 是即時收貨的 很快的 去了幾個月 他就馬上收貨 說一說 當時外交部 其實到今天也是這樣 外交部其實有兩條track 一條track叫generist 另一條specialist 這條英文 我是在英國外交 英聯邦事務局 的網站給出來的 今天是這樣寫的 其實當時都是這樣 其實要言之是什麼 他們請人分兩類 一類叫通才 一類叫專才 通才就是特殊技能 當然在外交部最好就是語言 尤德就適合了 因為他懂中文 適合到不得 所以他做的人就最好 那generalist 就像香港常見的AO 兩三年派一個新部門 在不同的部門裡 累積他的歷練 然後就變得很大得 但是尤德去到的時候 一看到他就說一定是要請他 當他是專才 那麼就餵兵馬上安排他 去當番師弟 就是剛才說過 之前在南京 即是接受大老闆指示 從重慶潘狼南京那位大老闆 那他還能做這件事 那他跟師弟民說 他說師弟弟弟,這個年輕人挺好的,用過的,我相信一個,中文也挺好的 又跟他聊聊天,又覺得你有甚麼抱負,你想怎樣 他就說,其實我就想學多點東西,其實我也想著報牛津 不過牛津的東西太過脆了,我真的想學多點東西 他沒有試過,是第一個,可不可以在公余時間,你給我做旁聽生 師弟弟就說,別人收你,你就去吧,那是所謂的 給你一些數,你十點後上班,當然你叫些酒吧,世界當然是這樣的 但之後為什麼可以上課? 所以當時他報了中一大學,經濟人,又收他了 所以他專門選那些科就是上課 但他不是要讀一個學位,他只要一個旁聽生 而這個就是當日東南大學,即是當日的中文大學那個地方 他專門選用中文教育科 原來當時中文大學已經,其實在民國時期 我不知道你們對民國時期的形式是怎樣的,這個想像是怎樣的 但其實民國時期是相當西化的 包括大學都覺得要很國際化,他們也有些科專門來教 專門歡迎一些國際學生來讀 好像今天香港一樣,一模一樣 不過由德去到的時候,他偏是不喜歡群同一班國學生 他偏偏是喜歡群同一班國學生 上課就上課,放學 特別是他一放工,他偏偏偏偏偏偏走到校園那裏 跟那班女友一起踢球 去玩一下,各種東西 他很強調他要投入中國人的生活 飲食各方面都是中國人的生活 他自己在他的一份記憶裏,即是會寫 他說我和中國有人建立真正的友誼 從中獲得了深入了解中國的機會 透過經濟學的課堂和我交談 我的漢語能力已經達到流暢的水平 當然我都學了不少民間的俗語 即是拍手的那種 但不適合用於外交常學的 此外,我以現代中國小說 每天守不適點 這是維持他的習慣 因為我剛才說過了 10年前我講過張建宗 張建宗為何以為自己 他的任務是甚麼呢 就是書圖來的 因為原來尤德1999寫的字條 想叫張建宗去逢平山圖書院 即是香港大學的逢平山圖書院 借一些書來看 他對這些人很有興趣 張建宗也是去佩服他 他有看多少也沒有跟他討論 但我猜這是從他 在中央大學讀書的時候 開始建立起來的習慣 接著是怎樣呢 學期有散水的時候 散水的時候怎樣呢 師弟們又說 你這麼喜歡跟別人玩 很有趣的 在那個駐華大使館那裡 比較重要的 有個叫三等避書 二等避書 一等避書 三等避書是相對來說很重要的 但它也有一些角色可以做 師弟們就說 既然你跟中國朋友這麼能交心 你就不如幫我周圍去看看 你的任務是 了解英國人在中國各地的情況 不過期間如果你看到中國人 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我會跟中國政府說 你只是去招呼我英國人而已 所以當時才不出聲 國民政府一定給互照 大家也知道那時候 蔣介石政府是很弱很弱的 不敢得罪一些英國人 所以很讓英國人說 什麼都要對 對 給他周圍去 在這個過程中 當然他當然是聽老闆說 要找一些外國人 他一定會找到很多英國商人 英國傳教士 英國傳教士 英國商人家 很多美國朋友 很多歐洲朋友 在過程中認識他們 但是這個時候和時間 他去到不同的各級各省的官員 都會見他 一知道他去英國 都想巴結他 都講了很多東西給他聽 希望透過他 能夠影響到 那個英國傳華大使的態度 從而 或者幫某一個地方派系的說話 或者是幫國民政府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很微妙地 就令到他很大膽 周圍中國 去到見很多的人 增長了非常多的見識 大抵是因為這樣的歷練 令到他真的很大膽 為什麼能夠體現出他很大膽呢 就是在1949年4月 當時發生了一個紫水貞號事件 這就是紫水貞號的 歷史學家說 這是英國在中國最後一次的 叫Gungle Diplomacy 他們是靠爛內駕 都是失敗的 也是 英國在中國一次失敗 話說中已經到達到 那便被 即是被不產黨扣起 就是這樣 扣起的時候 尤德怎麼夠大膽呢 他自告奮勇 他說我是逃報 沒有,你們不要找人陪我了,不用戴什麼都不用了 我自己逃步穿過戰場 我去到共軍的總部跟他們說 希望他們能夠放行紫水職務 由得吳心上都說自己有這種擋不住的樂觀情緒 其實你真不出奇 你想想,他在中央大學覺得和中國人把酒談歡 什麼都可以,他就去試 結果怎樣呢?他當然被人扣起了 他沒有辦法 因為你是個三等秘書說兩句就放 你真是當人家流的嗎? 根本不是這樣的事 但無論如何,這個做法是很應用的 大家就覺得他很欣賞他 當時甚至乎這件事去到國會 有人質詢 質詢公黨政府 當時的首相Adley說 其實這個年輕人是很勇敢的 當然,首相賺了他 駐華大使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賺他 並且賺得他更勁,證明他手上是沒有錯的 然後他們就說 事實上這次不能夠成功 不是由得犯上的錯誤或者缺點 這件事反而顯示出他的勇氣 OK,贊得他非常地好 到最後呢,這件事就 他們就反壓一次機會 因為整隻船都逃走 他們真的能夠逃走 然後他們就寫一個報告 說共軍真真真實 要看著 在這個過程中 就能夠逃走 這個政府對這次所有的有功人士都頒獎 就叫做一種鼓勵 由得當然,由首相的國會港元 再有駐華大使的高度讚揚 一定是一個勳章不能夠逃走 他就在21歲,22歲,21歲 21歲就拿去MBE 是很難得的 是非常非常地難得 但在那個時候,21歲就拿去MBE 所以就是一個神級的傳說 好了,輾轉間,斯蒂林就走了 用了大國叫做吳佳生的接口 他就繼續做 在這個時候,輾轉間就已經是 以中國政權轉役了 完全不同了 由得其實他在這個經歷裡面 當然就是看到直言主義 但他只是三分秘書 他記造了什麼 但是他有一些體會 很不一樣 國民政府是很傾向和外國合作的 亦都是在這個過程中 很珍惜和外國的合作 所以很多事情都很遷就 包括很多的文件 和外國的交往 國民政府的外交部 是會用英文來的 所以對英國的駐華大使 以及職員就很輕鬆 不用搞什麼 但是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的時候 他們處理外交事務 就不跟你做這套 所有都是用中文的 當然,中國政府都會提供一些翻譯 有些英文很厲害的 粗流英文的翻譯 幫他幫忙 尤德當時都被看為多厲害 中文的人 所以他跟著這些 何以見得 例如這裡有一段 是《人民日報》的翻譯 《翻譯者》和《checked by》 《EY》 《EY》就是《Habry New World》 他未必是逐字翻譯 但他會做手籠文 他亦會在其他評價方面說 例如說 就著這件事就是尤德 曾經是尤德 是一個 competent observer 你看到他的評價很高 或者在新政府成立的時候 大家對那個情況不瞭解 尤德也做了很多研究 其中有一個 《Soul Systems in Thomas China》 一個內部的報告中 都是引用尤德做的調查報告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個 有膽識的 夠膽去衝的 夠膽去深入苦悅的 但也可以靜靜地 做一些研究的功夫 一些文字的功夫 咦 他被派回倫敦 但很快很快 53年又第二次被派到他 並且已經升級做二等秘書 其實真的很厲害很快 只有幾年之間 由3rd second to 升級到2nd second to 即是他平暴清雲 他再次被派處北京 講到這裏的時候 可能大家就要問 為什麼 因為當時不夠人 那為什麼英國外交部不夠人呢 原因就是 當時有很多很微妙的事情發生 其中一個要舉個例子 就叫做班爾安 其實班爾安被尤德大十幾歲 亦都被尤德早十幾年派到中國 他是對中國的事務熟悉多很多 他其實是半隻手救回尤德 因為當尤德被困的時候 在瑞聖堂的時候 那斯蒂文是派到班爾安 再去找共產黨談 班爾安去到的時候 就被王華 後來做了外交部 王華就給了一個很長的課程 英文那麼寫 就是訓斥他 教訓他 可能班爾安被迫著 但也沒有辦法 弟弟被你抓住了 給你說 我來受 給你罵 雖然你說班爾安真的很好 知心又有團隊精神 又難以氣 又不一定 但是 當時去到五十年代初 他果然要被人調走 有很多個說法 就這件事 我曾經問他尤德夫人 為何這麼有趣 尤德夫人能夠說的 因為班爾安有個中國太太 就是一位尿紅樱 這個尿紅樱很厲害 原來 她二十年代在牛津 是讀chemistry的 然後 然後 輾轉回到中國 就是讀完書之後 你想想 二零年代 一個中國女士 能夠考慮牛津 就是陽剛那樣的水平 你明白嗎 這些人很厲害 這些人 好了 接著去到中國 就和班爾安邋後 說結婚 據尤德夫人說 就是 因為 英國人寫小報告 說班爾安其實是 受他 華南亞籍親子的操控 所以他是投控的 其實當時有很多這些指控 就在尤德這次 被派處做第二等秘書的 五三至五六年 其實當時有一個小報告 就說 都有人指控或者無裂 尤德是間諜 食兩家茶禮 當然事後當然沒有了 要問他 不會繼續評報清雲 但我只是想說 其實當時風雲變幻 很多話說不完 結果班爾安怎樣 你其實做不到他 那最後怎樣呢 外交報紙都在反映陣 算了 算了 那班爾安退休了 所以四十歲年就退休了 他就離開了中國 回到英國 廖洪英都很生氣 很不開心 他說就走了 後來他們就一直在 East Anglia那個地方 就生活 又照顧那些 中文學生 都很好 他後來還成為一個 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 因為他證明給世界看 我不是吃兩家茶禮 你可以誤會我 但你可以活殺我的貢獻 所以他仍然繼續 所以後來他是走一些 所謂平民外交的路線 繼續重進兩國的關係 但是 因為這個關係 他就進不回外交部 即是說什麼呢 外交部不夠人 就逼著 尤德調在倫敦 沒有多久 你還要再來一次 再回來 原因就是這樣 一樣 都轉了兩手 老闆 當時有個大老闆 叫做杜維妍 跟著就是歐廉妍 這個就是杜維妍 這個就是歐廉妍 在這個過程中 他這次第二回合 做第二回合的時候 有幾件事很重要的 在他任內見證著 中英外交稍有提升 其實在1950年一月的時候 英國政府已經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中國的政府 中國代表的政府 但是呢 他仍然保留英國人派駐台灣的 他沒有完全斷了 所以 就 北京又覺得 你都是 Half-hearted 英國人都是這樣的 你看最近 他們要轉歐 轉歐之後 又說要爭取一個 在歐洲最佳的條款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他讓他覺得是想這樣的 如果能夠東食西叔多好呢 就是兩面逢完 就是贏了 那就最好了 Anyway 當時呢 50年 那個外交上的開局 就只是做一個 駐華的臨時代派 那個轉捏點怎麼發生呢 就是在五四年的時候 印內亞會議 這個 當時的 英國的副首相兼外交部的大臣呢 就叫做 埃登 就跟周恩來有後面的機遇 大家聊聊聊就說 不如 其實大家都有些共同點 有些共同點 我們都可以想一下 可以怎樣進一步推展 然後就 七月和十一月 就分別 就是大家 就是懲交國書 和五國書 就是完成了一些行政手續之後 就將它 是由這個 臨時的代板 就駐了做駐華代板 在五四年的同時間 也都安排了另一個 很大型的一個事件 就是 安排到公黨的港歡 就是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打贏了英國打贏仗 並且將邱格爾拉下來 由他來做首相的 那個 就叫德麗 他來做黨魁 也都在他做首相的時候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所以在中國 政府眼中一看 是自己朋友 一個欣賞我們共產黨的人 是朋友 大家都有左傾的 一個共同點 所以當時 當他落任的時候 不是首相的時候 就獲邀請 去到中國訪問 也都是 四九年以來 是最高規格的 英國到華的訪問團 當然就是 老母親自己接待他 期間 尤德是做周恩來的翻譯 我再說不出 沒有什麼具體 因為翻譯有些很具體的工序 也不會說什麼特別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 有些事情發生了 還有一些團團的訪問 接著就有這個客神禮宇公主號事件 這樣就引起了一個矛盾 話說五年的時候 就 這個 這個 就代表中國 出席這個 這個 在人民萬物 就是北極民運動的會議 或者是亞非會議 就說飛機來到香港報級 據說他會搭這隻 叫做客神禮宇公主號 結果他沒有上 當時新華社 香港分社的社長王作媒 就在上面 和新華社那些 結果就原來被人放炸彈 事後發覺有一個叫做 周區 是台灣的 就在香港辦 那些什麼 就是去策劃 當這隻飛機在香港做報級的時候 就上去放些炸彈 總之炸到它 不用散了 炸到它失控 就撿到殘下人都死了 結果 當然 還沒事 因為我沒有帶到這班機 死了那個就是王作媒 王作媒也很值得說 他是二、三十年代 香港正在香港出生 他爸爸在公務面 然後就考慮王永元的成員 之後 四、五年之後 當時香港政府不想 因為他得到英國人的兩解 給英國人得到國民黨的兩解 國民政府的兩解 可以接收日本人投降的控制 所以他不想太過令到英國人尷尬 所以對於東方中隊沒有很多正義的肯定 只是選了王作媒 因為他是一個英籍的人 他是香港畢業的 又是曾經做過公務員的 送了一個MV給他 而當時共產黨都很聰明 亦都不想製造蝕端 令到英國人更大 所以就輾轉間 將王作媒調去倫敦 做新華社駐英國的記者 然後做編輯等 亦都方面有行走江門 因為他本身王作媒英文相當好 國民畢業 亦都有NPE 如果有些英國的公開場合 他掛過張出去一些都不失禮 亦都比較容易 將一些親和共產黨的訊息 在英國發表 到了1950年的時候 當時中國政府說想在香港成立一個辦事處 當時香港政府立即改例 就說國民黨以前者民國時期的 外交部在香港成立的辦事處 這個先例不能再引擁了 因為這件事是禁制了他 所以輾轉間只能夠成立新華社 香港分社 王作媒在這個時候回來做國社長 當然是一個大新聞 這件事是很震盪的 在中興關係上 也是很大的一件事 他做完那一傳之後 做得相當好 所以又升職了 做了第一次職業 他又離開了 六年離開了 派了去剃道做事 然後派了來這個展轉間 六零年幼 所以事隔四年又再回來中國 當時尤德的造謠性都挺大的 根據現在在劍橋的邱吉爾學院 有一個叫做英國外交口信歷史漢獄 裡面曾經有一個受刊者 叫做孟若斌 我們有些香港人都認得 他以前是做過 後來就是90年代 就做過英國駐華大使 但是當然他入行的時候 就是六零年那次入行 就是他做年輕人的時候 做第三職業的時候 他的頂頭就是尤德 因為他是第一職業 第一職業就是 我們叫做 Head of the Chancellor 就是辦事處理的頭 但是最大的頭當然是代版 或者後來的大使 代版就是 推出去見中國官員為主 他是Michael Stewart 但Michael Stewart原來 他是有豐富外交經驗 但是他如果用回外交部的術語 他是一個generist 一個通才 他有很多經驗 不過是沒有中國經驗 所以他就很倚靠 據文樂斌說 文樂斌說 文樂斌說 很倚靠有得 做他的資本公眾 跟他做很多個翻 就是做很多判斷上的 很倚靠有得 當年那時候就是 中國的飢荒 背景就是大躍進 很差勁 其實他們當時的報告寫很多 在那裡猜 就是中國和人說的 數字是假的 漲大放 誇張了多少 很詳細 很緊張地看著 因為他們都體會到 一個人道危機 各樣的事情 做完所有的分析 其實再說坦白一點 就是 中國會不會這麼想 要做好準備 所以他們很緊張 很看這件事 另一方面 中蘇開始交換 蘇聯誼 撤出他的技術的支援 中美聯儲主要敵對 中印又緊張 尤德作為first secretary 也是司席華 Stuart的一個 雲工足很重要 在這時候 尤德的重要性很大 這裏有一個報告 尤德會自己親自去讚寫 用自己的名義去讚寫 一些外交報告 這就是 加納的總統來中國訪問的時候 整個廁門 尤德的地位也很重要 當時司席華 索射 尤德寫寫了 你交信就可以了 反正是重要性 在他任內 都看過了幾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什麼呢 就是英國向中國出售 這隻叫Visconn Visconn Visconn 飛機 值四百五十萬 這樣 很有時代意義 是因為打破了四十年以來 一直在技術上 在高生科技的層次上 現在完全是由蘇聯猛斷 現在不是 英國可以少一隻腳 當然有一份資料 就是Visconn Airline 是經濟學人的報告 很有趣的 他也不明白中國為何要買 中國當時為了一個海外的機場 可以飛到 整個亞洲飛的地方 就是飛陽光 就是緬甸的陽光 沒有了 不飛的 沒有一隻航機 買飛機幹什麼呢 他會說 是用來拆的 用來拆的 用來破東西 可能這樣也不頂 有沒有需要呢 他也不知道 所以當時是 在這個環境裏面 當年中國在那裡 一方面他們知道 世界是看著它 現在北韓是這樣的 做多飛彈 他們那些人很好的生活 其實是不好的 但他也要做很多東西 一樣的路 那時候都是 好不好不好 但是不能示弱 所以要繼續做這些 這個過程 就是胡歌馬利元帥 1960年被邀請 又得要跟隨 當時這次已經來了五六日 又去北京又上海 看到毛澤東 其中這一段的說話 就問了 他們兩個交談 那麟哥馬利便問了 喂,50年之後 中國會怎樣 接著毛澤東說 你當然認為我們會到時候 很有侵略性的 他就說 按照江亮來說 我們都明白 當那個國家很巨大的時候 他們就很小心 不要去侵略別人 你看像美國一樣 就是這樣 接著毛澤東說 我們不會打仗的 別人的地方 別人的國家 別人的國家的生活 別人就不要去佔他們 別人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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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問 中國50年之後 就是2010年 那中國會是怎樣 會不會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或者都不是的 我們中國仍然都是 那麽大的 沒有擴張 中國沒有上帝 只有黃大帝 50年後 黃大帝仍然都是管這麽多地方 我們一串都不會佔領人家 事實上我們是受侵略 不是侵略者 接著 就是 網哥 那麼聰明 打了一張好牌 毛澤東上 講完一大堆事 就是向世界 釋出一個和平良好的意願 所以 當他說再度 有意樂 的話 毛澤東也歡迎歡迎 還招呼他 差不多三個禮拜 帶他去九個地方 北京 太陽 西安 讓他去很多地方看 整件事 可以做什麼 招呼他 招呼他 招呼得不好 相當好 可以見得 在那些報告上說 曼哥 馬里寫信 給外交部 他說 他很想 入中國的旅程 叫尤德 飛到香港接他 帶他上去 然後尤德 其實很囉嗦 看外交媒體 問一下 我決定不到 我問老闆 老闆給不給 拖了兩星期回來 老闆給了 所以老闆 就這樣 好吧 我們來香港接你 然後 再說完之後 就說 對 外交部就說 可以了 然後又得到 幫他聯絡 就說 好啦 在香港怎麼去 就過 敏感度 有中國官員 在深圳 歡迎望光門 然後再在深圳 飛上去北京 這次 諾光門 玩得很大 說了一個和平 即是三原則 立即整個世界在那裡 包括 都是成年之後 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都成年兩個德國 北和西德 一切地方的一切武裝部隊 都要切到他們自己的角度上去 諾光門 製造了很多麻煩 氣惹 所身屍 我真的心疼 舍不 rug 那首相 720 這封信好漢漢 這也是當時 我牧門Rinnen 手上的 報道 普通 312日 蹈忙 door dollars 揸 fact 大的 プリ scenes Arrow upside down You'll see him when he returns 你這傢伙胡亂說 擋了我們英國上去 不見了,你明白嗎? 其實這劑也沒辦法了 你明白嗎? 這樣就由德哥去招呼他 但你會看到其實那個微妙的確率嗎? 是這樣的 好了,接著呢 第二件事是什麼呢? 第二個很重要的人物是誰呢? 就是喀西亞去訪問中國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安排 原來喀西亞是老前輩 他在牛津畢業後 就有下一個交報 而他第一個Posting是在中國 所以他對中國有些感情 19-1934年的時間 好了,接著輾轉去派去不同的地方 做過很多不同的事情 做過手上的秘書 好了,去到56-61年之間 他就做駐美大使 好了,原來 尤德在原Second Secretary那一段 即是53-56年那段 結束了 由60-62這一段中間 Gap 去了哪裡呢? 原來那時候 他已經升起做Fest Secretary 原來在這個Gap 中 他已經去了華盛頓 是幫卡西亞做他的Fest Secretary 所以這一段呢 我有一些認爲 是尤德想找他論友來幫幫忙 沖淡一下 緩和一下 然後派他們來 派他們來 他們都是合得很好 合作得很好 派他們來 卡西亞也很厲害 這張照片就在那裡 就是今晚的總統見面的情況 總之就是 但是大家也知道 那個時候 中美沒有見解 很難找到一個人 他有一個身份 可以傳遞到 中美之間的見解 而他又不是美國的 但是又有些地位的 所以在這個意義之下 卡西亞也很適合 還有在這個過程裏面 是幾特意的 我看在這裡 卡西亞來之後 見陳毅 當時的外交部會長 還有他的一個助手 何蓮隆 有很多事情談 說回一些情況 就著鏡頭又寫了很詳細的報告 講一下中心關係 講一下聯合國 那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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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一下 是不是這裡 有一段東西 挺特別的 是這段 先 那麽呢 那麽呢 其實是急不來的 那麽呢 他就說 就是跟陳毅說 英國基本的策略 就是 說到關於中國要加入 那麽呢 是要慢慢來的 英國人都不能夠 不考慮 英國的盟友和朋友的關係 特別是美國的關係 啊 這段呢 有一段很過癮 我先找到一段 這段呢 這段呢 其實就看到外交上 那個很明瞞的 在第四項那裏呢 他說 卡星人說 He was command to hear 馬宋陳 say that Chinese will prepare to the patient 即是中國人 或者言下之爲呢 心中有數 知道在這個局勢裏呢 是急不來的 那麽這個是相重要的 在那個 這個背後 reprepare to the patient 這個意思就是 從長計議 不急的 那麽呢 也有一個很 諒解的意味 那麽對於 外交來的感覺很重要 因爲 大家都知道 原則是很重要 但在操作上 諒解都是很重要的 沒有諒解呢 就外交 只是得原則是很難實踐 或者很難完成的 好 那 由得一美講 那是否一美都是專才呢 他真是延患 除了他很認本 那他都是個通才的一面 那除了剛才提過 中間調過去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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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那裏做過之外 他都擔當過不同的崗位 1959年 1969年 他就做了 U.K. U.N.的 那個 Chancellor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他 見識了那個 國際外交上 非常 非常核心的 他是打釋的 就是負責的 很高 很高的一個地位 那 69到70 就是做 當時領導的首相 Wilson的 Personal Secretary 就是特別是 關於外交事務的意見 跟著呢 就是 派到 這個 Royal College of Defense Studies 那裏深造 那 這個都是有很多 最近 那個有警務處長 有一個 那時候 應該說回他 在報紙的時候 就說他都是去過 這個 網家確保管 據說 我找不到他的報告 但是 那時候他寫的東西 很可愛 他寫跨國企業 就是他研究跨國企業的情況 這個日子很不轉述 我看 我找不到他 不知道他寫了什麼 但都很可愛 然後 他就再輾轉間 在外交局做到 Chief Clark 不要看他很流 很堅 是 僅次於 Under Secretary 很高 負責整個 整個日子報 1973年 就再升為 做理 國務次官 就做了 Fire Eastern Department 然後呢 他就在 1974到1978年 再派來做 駐華大使 這張照片 應該是 那個時間 的情況 就是 1974年 就駐華大使 距離 六二年 一月走的時候 都闊別了 十二年 一個生肖的循環 其實兩個國家之間的關係都產生了很多變化 他不是第一個正式建交的務務大使 他一直在他前面 很多時候在中國做務務家都會碰到的 叫John Eddys 他才是第一個 中英正式 升格為 五派大使的時候 中英關係就慢慢有發展 在 尤德做主要大使的期間 英國政界去中國訪問有十三次 其實很純的了 差不多一年來 三次到四次 很小 都是很厲害的 也有外相 也有 例如說 浪任的首相 包括了 Crossland Heath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當然 中國領導也會見 另外也會 進深到一個發展是 千年沒手頭 即是第二梯隊都會去 即是很有表現 希望一個長遠的關係來建立 也有中國領導外訪 包括當時外務貿易總理強 去到歐洲訪問 推薦貿易等等 很簡單 如果你看到兩國或兩地的交往裡 很多都是因為有文革結束的影響 七、六、七、七年是剩下的 華國峰會訪經過後程都是拖到七、九年之中 促進兩個關係 都是貿易的很重要 所以辦了很多貿易會 那些機器、廣告公司、路達 各種營邀展覽 那些都是 除了有商貿的delegation之外 也有商會、公司 例如貿易理事會 48家有英文名稱 就是在4950年開始在中國做生意 一直都是這樣 也有派一些工業部的官員去做 那些事 這些不用說 在這個過程中 也有派員去到中國 派員去英國去看一些很最新的人 譬如那個叫做 范古龍的 Fan Wall的International Airshow 這個Airshow在英國很厲害 定期會展出一些 航空科技上最新的成就 通常都是經濟大生意 中國都派員去學的 去看的 那這兩張都是 7、6年的時候 一些當時最新的資料 Deple children's speculation 這個當時 不是美國的公開 而是美國的公開 他們說很厲害 他們來講很大的生意 他們昨天來了 那兩國之間有很多的交流 除了商務之外 文化都很重要 英國訪華的文化團 就入到一個 中國訪問英國有四個 那為何中國特別少 像剛才一樣 就是因為1977年 那幾年都停下 所以就有些影響 另外就是體育交流 體育交流都很重要 另外一個挺特別的就是 我們香港就很流行 I British Chancellor 從來都沒有想過 有外交層面 對吧? 我們何時都想過 例如你報IOS British Chancellor 對吧? 或者你小朋友說 英文是British Chancellor 因為他們都是 英國文化協會 但原來在北京叫 大使館文化教育署 在不同的地方 亦都在反映著不同的位置 原來今天 它有這個大使館文化教育署 這個這麼重大的位置 而他們也都是在 比如說北京都 正在駐華大使的 那個Building四樓 那就是在1977年的時候 由德做大使的時候 是將這些東西 規範化正常化 就是將兩國的文化交流 是詳細而見 如果你看那些文件 我看了一個字就是 嘩嗦 真的很煩 回來覆會這樣說 都是德國反正 總之就是 彼此認識是好的 大前提就是 當時也是因為 英語除了是英國留學 或者英國之外 更重要 對當時中國最有級別的人 是美國 所以他們覺得 我好英文 兩個地方都能去到 所以 去到七十年代中期 當時尤德也有聯邁寫的 全中國英文 已經取代了和語 成為最多中國的外面 所以 其實前途無限 很多這些事情可以做 當然也有一個 英國的公家代表情 來到中國 當時有這班人 又得在大小 和當時的 叫做不得 就是 胡德 就是當時人大的副委員長 和北京市長接待 來去中國訪問 那個團長就是英國的 Gritish Council的頻道 亦是後來在1980年 香港有一個教育檢討委員會的頻道 所以 香港人叫做 《呂偉年報報書》 影響了香港之後的80年代教法 很重要 那個人 原來在77年那一轉 就是這個代表團的代表人 來的 那麼 我問問例子 他在這裏製造這些機會 大家是好的 其中一個場合是甚麼呢 就去到 特別是76年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年初就死了張雷 然後死了毛澤東 民教育結束 中國會怎樣呢 中英關係會怎樣呢 所以 尤德就作了個名錄出來 我們建交五周年 互派大使五周年 我們為了取願一下 高興一下 找個理由 大家一起來高興 一起吃飯 將事情提到很高的層次 目的只是想 逼中國的官員 你口說 你說我們很重視 你說了我就捨得下去 我捨得下去 就交給英國 英國也可以相對給你一些反應 因為他很怕中國有變毒 有一個變動的時候 又剛好 很自然 五周年 中國五、十、五、二十 那些 不是參與那些 是每一個 找一個應貨的年份 來確認 即使中國再變 中英關係也不變 這裏就是這個氣線 其實就是 講一下當時尤德剛剛做的時候 都做了一些軟性的事情 這些都是從Hedas開始的 他是收成 一個叫精精 一個叫佳佳 送到倫敦的熊貓門 就是當時拿任的首相 去到倫敦動物園的位置 原來是這樣的 在這個 七四年 九月初班的底日 尤德去了 兩個禮拜 鄧小平就叫尤德在人民大學堂裡見他 就跟他說 我們說我們中英關係很好 又只有你 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認識了你很久 我們有很多合作 跟著之後 我們不要只是講生意 我們講文化 跟著鄧小平和尤德 都可以說 我們又送一些狼猫給你 我們都叫這個狼猫外交 Panda Diplomacy 大家都想在這個情況尋找一些 多狼猫外交 我想舉一個個案 我自己幾年前 在外交學部出了一篇 寫得很好的文章 不好意思 自己稱讚自己 講一個很有趣的生意 就是尤德入內促成 就是 勞斯萊斯公司 賣這一隻發動機 給中國空軍 談得整個生意 你想像很難 那時候還是冷戰期間 這件事怎麼可能 其中一個重要的推手 就是圈著這個人 叫做Stanley Hawker Stanley Hawker 就是三代年代 猴津工程是畢業的 原來當時 他拿了國事之後 天津大學請他去教書 但是 你知道那時候很難 英國也很疼 所以算了 中國請他 真的很想去中國教書 但是 拼書為什麼遲時都不來 講好了 後來展轉家就知道 因為打仗 所以天津大學出不來錢 抽不夠數 回不了款 所以 Stanley Hawker 就沒有辦法 成效 來中國 但是他對中國 一直都是嚴重的 他不成功 那怎麼辦 就在打仗 結果 Hawker 就走到軍部 幫忙去研發 那些引擎 然後輾轉間 就打完仗 那怎麼辦 魯斯萊斯請了他 魯斯萊斯 除了做車 之外 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做發動機 做飛機 那些 其實很多 有些男生去搭飛機 其實我看 港龍和國泰 很多都是Rose Royce 就是那個引擎 在那裡做 直至 有一年 Rose Royce 其實跟東有些生意 跟羅馬尼亞的波特特拉希 就很老頭 做了幾個大生意 接著 波特特拉希就問 胡克 你有什麼心願 大家這麼好朋友 接著胡克就告訴他 一個未完的中國話 他就說 哎呀我 那好吧 我們羅馬尼亞 跟中國很朋友 我呢 就不如介紹你過去 那 當胡克 即是Hooker 就把這個消息 就報回外交部聽 外交部說 哎呀 胡克你真是天真的 這些事情你都相信的 中國政府怎麼會理你 不過你說我們 先避個案子 你有心你準備三年 三年就去 結果三個禮拜 就派了宣定出來 外交部都覺得傻了 哎呀 真格真人 沒有了你就去 所以呢 胡克就就去中國 他就受到很高規格的接待 那當時去到中國航空那裡 原來接待他的那個是嗎 1943年呢 英國的 Imperial College 的Engineering 的PhD 就把Hooker打算叫人翻譯 哇 誰知道這個團長 跟我講英式的英語 還講到這麼到位 什麼 大家好好聊 大家覺得 有得搞 然後呢 完了那個tour 然後呢 他經常接到這個邀請 那後來呢 有一次 宋芷剛 就是當時英國駐馬 不是中國駐鴻敦的大使 就不知道什麼場 他有跟Pooker說 喂 我們想找路斯羅斯 買Engine 接著Pooker就說 那麼好啊 好啊 其實當時路斯羅斯很嚴重 搞不好 結果就是國有化 變得國企 要倒閉 搞不好 所以他 英國證明就找了一個很激烈的老闆 叫做 Keef Keef 就去看著那些棟 就要把整個 Rose Royce 全身 搞到一大圓 所以一聽到三條 整個大圓 知道新老闆是要這些 那樣 就談了 然後呢 一問 一問 問清楚 宋士堂 你要什麼 你要賣文航機 我們有很多 什麼款式都有 大機 小機 長程 短程 不長不短都有 但是 不是 我們想要 這個 Spy Keef 然後他說 不行啊 這個是軍軍實死的 這些是 軍事東西 沒有給你的 他說 你回去問一下 大生的 結果就帶回去 整件事情 很複雜 接著 大家索得很財 蘇聯 大使聽了一些事情 又打小報告 之後 蘇聯有個 不知道 有個三等秘書 又說要 要見外交 英國外交部部長 就給他說他沒有 就罵他一大輪 但是暗地做很多事情 為什麼他會知道 又查 接著 日本人又說 什麼 接著 英國人又再問一下美國的態度 接著 說到最後 美國真的答得很厲害 接著 他答那個 就是英國的老友 答著他 老友 這些事情 就是 他長不問過 阿哥 就很想問 阿哥 這些事情 我們 書面上 一定說不行的 你就做了 我們書面上 為什麼贊成你 賣個機器 給中國 但你真的做 我們打你嗎 你明白嗎 當時很微妙 日本後面看著 嘩 這些技術 都是大生意 整個東西 但是很複雜 外交上的糾纏很複雜 所以說 你還有記者 還有長城 還有健 還有領導 這間生意 長話短說 就是每一個 就是 打炒位 都可以整件事都關掉 話說 當時 去到臨門一腳 要開奏會 慶祝 我們慶祝簽 為什麽 男女主角未出場 各方分下等 然後 有消息 傳下來說 今天不能簽 說 站在大陸 當時 就是那個 然後 尤德索到陣場 不對勞 越高三就馬上白蕩蕩 不走 什麼事 就一起坐在一起 談不完結前 不准走 談不完結 結果 最後解決了 其實就是在一些 翻譯上 當然大家可能有些 姿態上的表現 還有很多其他 但當然也有人這樣說 幸好這個時間 仍然是七五年 鄧小平也還沒有 沒有了 沒有了鄧小平 這件事一定不行 有一個不同的說法 但最後就通過了 Kenneth Kiff 勞斯羅斯 和黎秀明的公司醫生 就說 這件事真是一涼 所以他做什麼呢 一年之後 回到傑斯安索 寫給外交局 寫給 Karlingham 外相 就跟他說 James I feel I must write to you to let you know of the excellent job the British and embassy in 北京 did on behalf of Rose Royce 多謝他們 代表我們 羅斯路維斯公司 做了一個很重要的 貢獻 Teddy Teddy 就是Edward 外國人Edward 就是Teddy Ted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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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yft And their staff 擁有 universal praise on the Rose Royce team 多謝我們 他贏了我們的 讚譽 讚譽 The ambassador himself 他要求德本人 Give us wise advice and his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他對過語文的掌握 and the ability to read the Chinese mind 他人說 體穿中文心思 was of inesminable value particularly in the closing stages of the negotiation which I myself conducted 我自己親自還你那段 游得真是勢力 沒得力 I would also like to say thank you 多謝外相 for the assistance received in the foreign office itself 他很少可 寫給你大老闆 這樣贊你 我這個都不是仁美之詞 真是這個很難的生意 你可以看到 尤得在那個時期 74至78年 做這個傳媒大事 的確有他自己的一個重要的時刻 好了 接著最後一段 第六道的內話 就是 他了 So Philip I am very grateful for the kind words and for the warm welcome which has been extended for us both I have just taken the oaths of office as governor and commander-in-chief I am proud and honored to have been appointed to this position 算了 不通過了 整個五分鐘 那 那 那 但是聽他的聲音也好 對不對 就是想一下他的事 那 他來到做總督 大家都知道 了 他的 最重要的事項 或者最大的任務 就是解決香港前面問題 麥理浩在七十零代尾上去北京 他也是戰後的第一次有總督 上去見五個國家 那 問到鄧小平 沒有了 真的要收回 那 所以呢 麥理浩就分開手 加我了 他白鞋 找別人來頂 找藥德來頂 他姓很多 他搞了點 那 可能這張照片大家都會有印象 見過 是吧 就是帶唱別來到香港 叫香港人放心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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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張照片我猜呢 是一個半月年 所有報紙都會用的 這一張呢 就是所有報紙都不能用的 但是這可能是更加符合歷史真相 在這張照片裏 但是 戴帥夫人 用新英語告訴你 不要控制了一切 I'm in control of everything 我作主 但是這張呢 可能更符合歷史事實 在操作上 尤德提供了很多意見 不要指示 商量 商量可能有好的字眼 但是這張照片 在政府的 新聞處的 photo library 找到 但是這張照片 政府從來不會公佈 不會主動公佈 因為 對 手上的 英明的 領導的形象 是 沒有太大的幫助 所以呢 所以 但是這可能是 這麼符合歷史的真相 跟 趙紫陽經 很多論語會談 從天理開始 到83年的時候 很難說 包括 港元 貶值 馬爾 每次都被人搶走 很緊張 尤德是 往返 香港 北京 倫敦 一年 幾十拙 很辛苦 很粗魯 很大的貢獻 見各界的人物 各界的人物 他上去北京 或者中方都要來 除了有 新華社 香港分社的 社長去家團 去到總督府 拜訪他之外 亦都有各個不同的人物 包括當時的 北京水利電力部的 副部長李鵬 都來中國 都來香港 都來香港 見他 或者機盆飛 到最後 從下短說 就簽了 這個聯合聲明 那個 基本的方針就定了 在這個過程中 我很想說 有一本書 就叫做 《香港路,我的路》 曾經有一位 高級公務員向我推薦 他跟我說 在這個階段裏面 一個相當重要的公務員 就是曹廣榮 曹廣榮 他是很善於 他有幾個很重要的貢獻 一個就是幫香港談配額 很多做制衣的資助判押 是很重要的 很多出道的論 討價還價的時候 曹廣榮是非常厲害的 第二件事 就是他做新聞處處長的時候 他怎麼去支援這個談戶 曹廣榮當時是跟尤德上去的 中方反應很大 立刻就說 曹廣榮只能夠代表英方 但是曹廣榮作為香港政府的公務員 而不是英國外交的人 他的參與是不合適的 那是很難的 因為當時中國政府要避免 有所謂三腳凳的出現 因為他不想有一個被授權的民意出來 而這個民意 很可能會不接受回歸 或是不接受中國 收回香港 結果英國可以純粹推周 將民意推出來 讓民意跟北京討價玩價 英國可以走到同志邀邀 忠義就回來 說兩句 不是人又不是鬼的話 然後就好像做個裁判一樣 又說民意不對 又說北京不對 又說北京不對 所以他避免有這些情況出現 就不肯接受這個所謂三腳凳的安排 但這個過程中就很微妙 整個討論的討論 曹廣榮寫這本書 是90年代的錯 是剛剛搞定了之後 他說他是挑戰保密法的極限 他保護自己的方法 除了走去泰國生物之外 就是在一本書中 他講明給你聽 有些是假的 是錯的 是老作的 所以他最喜歡那句說話 我看這本書的時候 他好像出了二十次左右 那句說話就是 真亦假是假亦真 判官就自己判斷了 有些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有些是他自己的見聞 但我覺得很好提 對於當時兩國關係方面 是一個很特別的角力 尤德除了在外交上很關注 香港前途問題之外 我猜他在另一點著意 很關注香港的就是這樣 有一個小故事 我覺得他是一個大意義 就是阿菲哥 現在還會在曾經華地方吃飯 他支持他 他講到 菲哥是抗爛的 看他的抗爛 真是很厲害 我試一下用回憶的 《風雨30年》 很短的說話說 當香港的前途談判到最後的求判 最後整個社會彷彿只能夠前途問題 其他問題都很刺耳 或者被翻略了 中英協議快將簽訂的前席 即是未簽的 由得很有原片 由得將屬於部分的行政立法 給人在中區文化酒店吃午飯 他就走來問我 就說我們談判中討論了些都是香港問題 現在就要跟中方簽訂對香港人很重要的協定 除了這樣之外 還有些甚麼對香港人很重要的 他突然在我沒有思想準備條件問我 而且大佬同場有很多cine member 為甚麼就是問我過 即是說他很聰明 cine member就問我 現在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語氣就這樣 但我就知道一時都答不出 只是想一想其中一個方面 我就是李鑫飛 讀風情術學出身的 就很了解未來的世界 電腦的世界 我看到香港這方面 特別是人才培訓 是遠遠落後於人的 我就跟人得說了 如果中小學仍然不開辦電腦課程 十年後香港就是電腦盲壓 即是電腦盲壓 然後二十年後 就不能再跟任何地方競爭了 我們會很落後 現在我們香港人都把焦點放在前途談判那裡 很少想到落實了之後 香港何去何做 他聽完之後微微一笑 我以為他沒有放在心上 誰知道呢 兩個禮拜之後 他打給我 說已經指示了教育處 一年之後 九十間學校有電腦課程 大家可能都忘記了 科技大學都是由得拍板興建的 他為香港解決前途問題 亦都同時間為香港前途鋪路 這是由得在香港能夠受人尊敬的一點 我在做由得的研究的時候 有幾乎都找到一封信 這個叫做Dr. Catherine Joyce Simons 她可能現在不太多人記得她 但她做校長的學校 在香港還是很厲害 就是雷伯淑 當由得離開的時候 有一天請了Joyce Simons去那裡吃飯 就是他去總部吃飯 然後Joyce Simons寫封信多謝他 然後封信寫什麼呢 The fact that you 即是由得 have by common knowledge asserted your priority as 97 than education was for me a very comforting thought As a Christian I have always thought God has put you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No other governor could have done more 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他說就是 督獻大人 你常理地去想 將優遲先擺在九層 再擺在教堂 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真是相信上帝 在最適當的時間 最適當的地點放下來 沒有第二個總督 讓你做得更多 那又是上帝論 我想都是真心的 一喊到上帝都是真心的 所以 那些公信也不公開 因為他只能寫給你 是由得的 我想都是以他作為一個 成功學校校長 一個教徒 他真的覺得 用這個方法來表達 是最合適的 曹朗明很懷念 在他的書裡講 鞠躬盡上 寫而合議 難得的是 他不是為了謙國 鞠躬盡上 寫而合議 而是為了香港 到了今天 如果你有興趣 去港台有一個經典台 他的出殯 還是有的 還保留 他其實死得不合時 我相信 總是可以做得好一些 在我做那個研究過程裏面 我找到在1986年9月 又是1986年12月4日 其實在1986年9月 外交部向女王推薦 女王接納了推薦 並且簽了委任書 將他的任期 從1986年 從1987年的5月 延遲到1989年的5月 尤德是在1982年5月上任的 如果去到1989年的5月 他就是在5月上任的 尤德如果那晚 在1986年12月上任了北京 那次是甚麼事呢 就是鄧蓮儀做貿法局的主席 貿法局在北京開了辦事處 就請了尤德上去剪裁 呃 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 鄧蓮儀是當時 香港非常重要的日文 而且他這個要求 向尤德 這個要求尤德都會看成為 你是為香港人做的 為香港總督 這個是沒有推的理由 另一方面 可以說是給面子 鄧蓮儀 很可憐 他這次上北京 出發之前 有記者問他 你有甚麼感受 跟香港人說一下吧 他就說 這次是我最輕鬆的一次 因為我是唯一一次上北京 不是為了要跟中國的官員去談判 而只不過去開幕 也希望香港的商業的發展 能夠放在中國國家的房地的勢頭 非常開心 很輕鬆的 他們都很輕鬆 所以那天十二年的時候 鄧蓮儀跟尤德夫人說 他們很熟悉 顯示出他們有多熟悉 就跟尤德夫人說 尤德夫人說 尤德夫人你是中國通 原來尤德夫人在來香港做總督之前 1986年 他當然也沒有想過他會做香港總督 完全沒有 因為八年才來 80年的時候 就是尤德夫人出了一本中國旅遊書 其實不是很多人買的 不是很普通的 不知道 隨便吧 也挺好的 Anyway 鄧蓮儀就說 哎呀 尤德夫人你認識中國 比我還認識得多 你屬西安 又屬各個地方 我很想去看看兵馬龍 不如尤德夫人你陪我去吧 這是在代表大家龍友親善 有不同的地位 我出去旅遊 總督夫人陪我去 這是一種地位的表事 那麼 尤德夫人 和尤德夫人商量 就說 不要緊 你自己都很輕鬆 你開個幕 最重要的 就完成了 你當你去玩一下便陪我去吧 尤德夫人 尤德夫人省 剛才我講過 他真的很省 所以他住在哪裏 我們在北京有地方 朱華大使館 他們住不完 給我一個房間 我都可以睡 你們去玩吧 那朱華大使館 大部份都在上班 那大使公務多 他沒有空招呼他 就在那晚心臟病發 食不切離體藥 就安長衷過世 我不知道 當然你會不會 有些 當然也不會怪他的季季 有些夫人也不會怪 人生就是這樣 不過如果八九年 如果那一刻不是這樣 八九年五月的時候 他還是總督 會不會對英國 就住北京所經歷的事 有不同的蠢態呢 真是不知道 我們很多人很喜歡 很懷念著他 不要說五千萬 九萬幾英港 一百萬港幣 這裡有一個報讀 就說八六年他死的時候 他的遺產呢 就是 截實只是一百二十五萬港幣 香港的人覺得熟 他在香港做五十四個月 拿四百萬的 他還不用交稅 還可以拿住室貼 出去所有東西都可以 但是他只剩這麼少 而他的事後是什麼呢 就是去米報看雀仔 所以今天我們在金鐘 有一個公園 有一個尤吉爵士官料囊 其實就是以這件事來明明 就是這樣 他們很慳 據說 香港呢 就有一次 就是 尤吉爵士官 其實他很好 他每一年都回憾過一次 就是因為那個基金會 那個 那有一年呢 有個公司的人念到他 他就說 哎呀 你這麼好啊 你還來 哎呀 好啊 好啊 我upgrade the business class 給我恨恨 我經常 即是 旁敲襲擊打停 有什麼辦法 可以upgrade自己 我就是試過有一次 拿自己積分 他就很舒服 很好啊 真是很開心 但是也是自己積分的 但是他也很厲害 人家upgrade給他之後 他回到他呢 就把那個差額 補回去 很均真 所以都難不難貴 很受惠的專輯 那 有個夫人是很好的 他剛剛做的一段見到他 他三個月的時候 在香港 主持那個典禮 那原本 我安排他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想到 有機會叫到他來的 但是他剛剛 就是電了那個典禮 那很好啊 其實他家裡都很開心 他的女兒 他的孫女 他兩個女兒 兩個女兒都很有成就 他很爭氣 很爭氣 很好的 很有成就 在事業上 很好的人 他跟家人關係很好 我去看他的時候 他孫女陪著他 很好的人 真是非常好的一個家庭 東拉西斜 就說到這裡 好 今天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 這是真的 你對我來的 對他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